我在2012年轮断奥运会上拿到的是平衡目的亚军 这是我第一届也是我最后一届 当时那几年就是我状态特别好的时候 就大家看我比赛他们是很放心的 然后就更不要说我自己其实心里面是很有底很踏实的 红色人员是代表民主党的民主党的民主党 Suei Lu 分打出来那一刹那,就那一刻,我觉得好遗憾 然后我是在2013年退役 为什么退役是没有什么原因退役 其实就是说年龄到了 然后你的竞技水平、竞技能力肯定也不如小运动员了 所以这个时候再去选择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是不耽误的 退役以后我就进入到教大全日制的读书了 就是真真正正地走进学校跟其他同学一样去读书 其实那个时候当下刚退役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说先去把自己的落下的学业先把它补上 然后先把本科读完,本科四年完了以后 然后觉得自己还可以再继续网上再读一个 然后就继续又在原来的学校较大读了一言 我其实还是蛮坚定地想要在学校做老师 当然做教练,教专业队的运动员 这个是我更擅长的领域 但是我觉得我想到另外一个领域去尝试尝试 因为做老师也挺好的 也是教学生 也是把你的一些所学到的东西交收给他们 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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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教大里面上的是形体课 还有就健美操 从2020年9月份到今年的9月份刚好是一年的时间 做老师 做老师了以后你会发现跟以前一定会有落差感的 你在做学生的时候你毕竟还是有光环的 因为你也是因为原来的光环你才能来教大 但是当你做老师了以后这光环是完全没有的 然后做老师你要完完全去服务学生 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要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一二三四 学生喜欢的老师无非就两种嘛 要么就是很好混的,很好拿学分的 还有一种就是学生从心底很服你的老师 无非就这两种 其实我是希望做第二种 我希望成为学生的朋友 在最后一堂课我会让他们都坐下来 面对面有一个那种想分享或者是交流这样一个课堂 就跟他们讲我的这种运动经历 然后为什么 然后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是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 怎么样去把这个问题化解开来 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学生他学业压力也很大 但是他没有一个释放口 那就很容易去钻牛角尖或者就是想不通 觉得我明明做得很好,明明很优秀 那为什么结果不是我想要的 其实这跟我自己的运动生涯 这个过程是非常相似的 我也觉得我做得很好 那结果其实在很多人看来是遗憾的 但我觉得现在随着时间越来越久 自己的思想越来越成熟 其实我并不觉得是遗憾 所以会把我的这种理念 或者是说我的这种亲身经历 我不是讲别人的故事 我是在讲我自己的经历 所以这样跟他们分享的话 他们可能会觉得更有说服力 体操我是有感情的 现阶段我是希望把我自己的本职工作 先做好,先巩固下来 然后再有多的精力的情况下 我再去继续在我很有感情的体操这个方面 去推广,带带小运动员这种 参加过奥运会我一直说 你能够在奥运会上拿成绩的是太少了 能够参加奥运会都已经 绝对是很拔尖的运动员 你才能去参加奥运会 那参加奥运会意味着什么呢 代表国家荣誉啊 可想而知我们的压力是多大多大 但是你都顶过来了,你都扛过来了 今后你有什么事情还是你扛不过去的呢 光环不可能是一辈子的 因为运动生涯,你的体育经历只是你人生中的一段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把双刃剪 我觉得一定得把自己调整好 要不然你会有非常大的落差感 我觉得有一点点是正常的 就是你如果一直不把自己放下来 放到地上来落地的话 你这种落差感很有可能会是自己接受不了的 就是什么的坦然一点 后面的路还长着呢